合情合理 李發線 節目主持黎樹坤 趙聖宇 李發線是由 列治民福滿樓海鮮酒家 列治民海洋皇宮海鮮酒家 以及白蘭市無塘燕窩 贊助播出 2020年12月12日 星期六 歡迎大家收聽AMS320 會聲廣播 華僑之聲 節目 李發線 今天直播有Ben 黎樹坤 好搭檔Jeffrey 趙聖宇先生 今天電話旁邊有謝國昇律師 謝國昇律師 你好 Ben 好 Ivan 好 大家聽眾好 假如各位聽眾有商業法 和租務問題 歡迎自動電話 604-267-1320 604-267-1320 請教謝國昇律師 就是那句 大家如果有這一方面的問題 就不用等何時 立即打電話來 604-267-1320 604-267-1320 我們會盡快安排解答你的問題 聽眾未電話來之前 我已經有些聽眾 就已經 E-mail 了過來給我 想請教謝國昇律師 就是兩個方面的 第一個就是關於樓宇買賣 他們聽過謝國昇律師說 樓宇買賣有些情況下 可以轉讓稅 PTT是不用給的 他說什麼 爸爸媽媽給兒子 兒子給爸爸媽媽 但是他說 假如爸爸媽媽 不是在家屋住的 想轉給兒子 帶兒子進去住 這樣的話 在情況下 用不需要給PTT呢 是 或者先說 有什麼方法要求 法律政府要求什麼 才不用給的 剛才你說的情況 其中一個人在屋子住 超過一年 是Principal Residence 先把爸爸轉給兒子 兒子給爸爸 其中一個在屋子住 才不用給專用稅 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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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 但是加拿底的兒子 或者子女在屋子住 在屋子住超過一年 Primary Residence 在旁邊住 他不用給那些物業稅 最重要是住的 住的 如果PTT的部門 有些很多 Litigation 現在是關於 是不是在那裏住的 有什麼證明 那個轉了給別人 是不是在那裏住 但是 At least你知道 如果超過一年 Primary Residence 在屋子住 他不用給那些物業稅 物業轉讓稅 我想說清楚 物業轉讓稅 這樣的話 即是說 轉出去的 Transfer Party Transfer Out Party 轉出去的 是不需要那裏住 接手位在那裏住 就可以了 Receiver在那裏住 就可以了 因爲誰給這個物業稅 我是叫物業稅 是Buyers Transfer Me 誰收過他們 誰給的 所以買的時候 譬如收的時候 或者買的時候 要不需要給 所以看 其中一個人 或者爸爸媽媽 轉了給兒子 這裏是主要的 Either or 在那裏住 Principal Regents 屋轉的時候 不需要尊養稅 但relationships 都是很重要的 剛才說我爸爸媽媽 給兒子 但是 兄弟之外不行 兄弟不行了 祖父母給孫兒奶 孫兒子可以 可以的 即是我們經常說 直落可以 打橫是不行的 給兒子 給媽媽 地關花 這些up and down 那些generation 是可以的 但是 孫兒子 表 侄子 侄女 兄弟之類不行 就不行了 OK OK 明白 第二個問題 我有問 就是說 聽到現在政府 新出了法律 就說 假如 那些人用物業 是 譬如說 找一個人去和我持有 其實 真正用一個人是我 但可能說 我不想出名 我找 Geoffrey 幫我持有物業 房地產 以前的話 就不用讓政府知道 好像說 現在又要告訴政府 所謂的透明法 是 11月 30日 30日 開始有這個法例 是出來的 經英文是叫 Land Owners Transparency Act 這個新的法例 是真是有很多人 政府是想要查 每個人有物業 報了他的身份 最重要是身份 他在哪裡住 很清楚 很清楚是誰真是有 保住這個地 包括公司 包括的人 包括信託 所有的人 保住地 是要報出來的 報什麼呢 譬如 很多人 保住屋 譬如 有一張文件 叫信託書 有個 Legal Owner 在田徒廳 登記了 但是他有寫了一個合同 譬如 Test Agreement 他有幫助的人 保住地 但是那個人 Beneficial Owner 英文是叫 真正的owner 是誰 現在是有你一年的時間 到11月30日 2021年才報了出來 每個人是要求登記了 公司 你知道公司 自查公司的報名 只是查查誰是他的動事 但是沒有說誰是保住的 誰是保住的股份 沒有報的 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報的 現在一定是保的 田徒廳報 所以誰 但是有些人 開了一個折扣公司 那個公司保住我的股份 再保住我的公司 所以政府不想不來 一定 最後那個人保住的人 他報了出來 去到最後 哪一個真正正的擁有者 就要說出來了 是的 還有哪裏報 怎樣報 是田徒廳有一個表 是每個人寫完 寫完的消息 才登記在田徒廳 登記 田徒廳收到的消息 不是任何人可以查得的 有些警察、稅局、BC省那些稅局、市政府、省政府、聯邦政府都可以查得 但是其他人有限的 有些消息不會出來給人知道的 很複雜的 但是很重要 是有一年的時間 anybody有個地 保住的 是有報的 那trust trust 是很特別的 不是很多人保住那些地是用trust的 但是trust 有幾個各個party 有一個是settler settler是給我送的那些物件 benecessary是給我收益的 不收益 trustee是給我保住那些地 所以anybody 各個人是有報的消息出來的 那是怎樣報發 是自己怎樣報發 這陣子 各個人都可以聽到 這個新聞報告這幾兩三年 政府都很想crackdown 是那些 non-resigant owners 因爲公司好像他們都不知 the real owner 是誰 而且在稅局上追的時 都不知是誰 所以現在有crackdown 我剛剛慢慢說 everybody has to write down 是在填島廳 Land and title 上登記 需要自己登記 還是要律師幫忙 就說一次 普通人懂不懂自己的填島廳 或者是上網 file 還是都要律師幫忙 太複雜 因為那些 11月3日 好像要In effect 當時是一點鐘 晚上 in the morning 很多律師行 公正辦公室 那些都是提示的 現在都還未確認 那些消息 怎樣報 要不需要報報什麼 就是還未確認 我覺得很多人 私人身自己報 不容易 要找公正人 或者律師行 好 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跟大家一起理髮 好戲連場 進災農場 現在全世界都流行手工啤 怎可以少得香港那份 農場頻道 星期三晚走魂全香港 就帶你開啟手工啤 最後一個 調查了那些客人 怎樣知道是誰真真正正是 購買這些地的 要問的 如果對誰是購買地 是要報租 保護那些消息是對的 是沒錯的 所以 簽譯說 certify是對的 所以 不是說隨便寫什麼什麼 那些律師行 或者工程行 有很多要求 他們是代表那些客人 查了那些消息 申請的時候 轉介的時候 登記了那些消息 是由你律師去追查 是嗎 有 劉遜詩文 他應該給予所有資料 怎樣做的指引你們 對 希望有 因為今天才是12日 開始了12日 他們到了什麼時候 需要去登記 有沒有限定 有今年 上落限年 11月30日 一年 一年 一年時間 一年時間 即是如果你今天 已經擁有一些物業 而是用公司擁有的 你去到明年11月30日之前 你就要找律師幫你 申報究竟最後哪一個擁有 擁有 控制權 經濟權 因為現在暫時我不知道有什麼影響 過了時間 利貿報 但是後來發現利貿報 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我只是 聽聞有罰款 有什麼影響 但是法律是要求 法律是要求的 對 好 或者我們轉一轉 話題 現在很多人都 現在經濟不好 但是經濟很快 或者經濟未衰退之前 很多人做的 例如連鎖 做生意 買別人的商品牌照來做 例如當當爐 所謂的turnkey operation 就是不用你重新設立一個行業 別人整套東西 我買了它回來 跟著做就行了 是 那些法律上又是怎樣運作的 法律上是 或者先說 因為2017年3月 有新法律出來打來 關於聯課點 即是Franchise 英文叫做 Franchise Act 之前不會有這些 但是現在有很多 很多很重要的條件 會出來 但是或者我解釋一點點 有什麼理由是 要有人選擇 想自己開生意 或者買一個連鎖點 或者先說幾句 為什麼 譬如這個經濟不太好 自己那些獨立的公司 或者有好困難的 因為自己的資料是很困難的 但是為什麼會找聯鎖點呢 第一 已經有出名了 已經在market reach 很多人都要認得這個公司 所以 譬如你開一個Doordash 或者那些app 你找我想吃的時候 也不想出去吃 但是已經有很大的聯鎖點 可能有access 這些app 因為每個人都會知道 可以查達 可以拿那些 都可以錄生意的 但是如果你想 我自己開生意 但是不知道 可不可以 make it 不知道外面有market 怎樣開 買個聯鎖點 因為有很多resource 已經有個supplier 已經有個方法 希望怎樣開這個公司 已經教你怎樣開這個 做whatever it is 做什麼 是要training的 已經有合同 很多其他公司是要supply 那些工具 或者inventory 都很平一些 因為已經和franchiser 已經安排那些price 所以你開始想做生意 那時候已經有很多東西 準備好了 你不用想 外面的人 怎會認識你開生意 有什麼product 是什麼 已經搞定的 所以 this is all good 還有關於這個情況 是疫情的時間 譬如如果是業主 跟那個franchiser 知道有個franchiser開開這個店 他願意想保持那個franchiser 所以因為獨立的公司 或者很多的業主 會覺得 我不接受 因為不知道遲些會不會有問題 多數的franchiser 是直接跟業主 安排的時代的租約 不是每個店 自己獨立寫的合同 所以都更好一點 so you have the marketing the marketing power 和training to supply 和equipment 還有很多app 和很多support 可以給那些公司 這些就是用 如果你買一個連鎖店 做生意的好處 有什麼壞處 沒有就全部都是好處 要付錢 要付加雲費 有些好有些不好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自由 自由是做什麼 你想買什麼 做什麼 幾點鐘關門 幾點鐘開門 想休息不休息 你想什麼你想做 有很多條件 因為franchiser agreement 裡面是寫很多條件 你沒有可能 譬如一個星期你想休息 想上班 什麼關門 whatever 有些好多要求 一定是關 不給你關 Holiday 是一定保持那些時間的 你想 我旁邊有一個店 和我compete 它的price 是跟我的 我想跟我的價錢 才跟它compete 但是 agreement 或者不給你 所以有這些 這個freedom 很多不給你 不給你自己想怎樣就怎樣 很多限制 很多限制 它的price 你買聯課點 有些franchise fee 你開的時候 你已經接受 benefit 很多goodwill training 那些supply 你還要付錢 upfront 兩萬三萬四萬 很多upfront fee 然後 每個月都有一些royalty fee 所以通常 那些royalty是4 或者3 或者6% 你的growth income 不是你 是net income 而growth income 這些是每個月給 或者每個四個星期 這些是很基本上的 除了這些 是有那些 很基本上 是marketing fee 因為你剛才 剛才我講的benefit 是用那些app 每個人都想買 不想出去 你的餐廳 每個人都已經開了app 但是有這些fees 有些費用 所以 都有這些通常 那些franchise 都有另外的界 是那些marketing fee 所以另外一個問題 很多franchise 都要控制 是讓你開哪裏 讓你另一間開哪裏 你少些控制可以的 for example 很多聯繫點的franchise 可以讓你另一個點 在你旁邊 或者兩公里 三公里再開 所以不讓那些franchise 決定 不讓它開再開 是too close 的 其實是很normal 我看很多的合同 不讓franchise 控制 for example 或者一個公里 或者兩個三個公里 但是如果franchiser 覺得 market 可能接受 多些生意 開一個店 都可以維持住這些權 總之就是有限制 很多限制 限制 限制 要用飲食業來講 如果飲食業來講 你想發明一件事 推出來吃 不行 你要先問一個franchise 公司 當當的話 賣去木包 申請炒飯 就不行了 你做麵出來很棒 但是不好意思 你不可以在當當賣 是的 好 我們休息一會 我們休息一會 回到大家一起理髮線 歡迎大家回來第三集的理髮線 假如大家有商業法和租戶問題 歡迎致電利線電話 604-267-1320 604-267-1320 請教謝國昇律師 在收音機旁邊 謝國昇律師 繼續跟我們談談 這個franchise 買賣好處 或者不是那麼好處的東西 Hello Evan 是 我們繼續說一下 買賣franchise 有甚麼要注意的東西 剛才剛才還沒說完 關於有甚麼東西不是比較好 如果是買了一個聯貨店的 其中一個問題是你想買的時候 你不想做了 想抬休 或者我不想做其他生意 通常如果你有租一個單位開生意 你只要有業主願不願意先才可以賣 業主有些權力說 我不想讓新的賣家過來 經濟或者credit不太好 或者不夠錢 現在有個聯鎖點 除了業主 批評你的新的賣家 新的賣家 如果franchisor也有先批評 他要我看 你的賣家 你一定要接受franchise agreement 接受 懂得做 跟franchise training 都搞定了 先看他可不可以轉了公司 給你新的franchise 所以有另一個問題 除了業主 有另一個是franchisor 也有可能 說不可以 不喜歡 他沒有辦法 他不接受 所以 所有主持人都買不到出來 franchise 所謂的意思 就是franchise 的總公司 所謂的 總公司 franchise 所謂的 就是現在做生意的人 想買進來的 就是franchise 所謂的 就是這樣說 對 對 沒錯 但是 如果你有買了一個聯鎖點 你已經做了生意 都不錯 你想再買的時候 你可以跟franchise 所說 你不能再給我一元 那麼多franchise 因為我已經做了不錯 我幫你 幫franchise 所懂得做 有時 很常 新的franchise 不用給新的franchise 或者是有一點 很多franchise 即是他已經在運行一間 跟你賺了不少錢 第二間就收純一點 你會知道這個意思嗎 對 通常很多franchise 現在是支持franchise 再開另一間 新的支援他們 因為他們認識了 他們訓練得不錯 訓練得很好 幫助franchise 做生意 所以他們再開另一間 如果新開放 通常都是看到這樣 通常都是看到 已經在運行一個franchise 的老闆 去賣另一個人 去賣出來的franchise 是不是很常見 其實 我都見過這樣的情況 因為可能他已經運行熟了生意 而他對這個生意有信心 他才會再買 如果他沒有信心 他不會再買 賣都賣不及 如果沒有信心 所以如果懂得做系統 可以賺錢 如果不賺錢 或者不賺錢 現在我們在電話旁邊 是謝國昇律師 如果大家有這方面的問題 在說賣賣生意 大家可以打電話來 6042671320 6042671320 Ben 我想問謝律師 跟他剛才說 你想再加多些生意 但反過來 譬如現在經濟不好 recession 我不想做 沒有人買 不如我把他關掉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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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exit clause 因為我正在做一個 franchise 的生意 Ivan Ivan 又斷了 Ivan 麻煩你 可能我們的企業哥哥 可能要打電話 可以找謝律師回來 對 因為我們剛才說 你想做多些 就可能有交易給你 但現在經濟不好 很多飲食業都可能 我想是被迫住的 你買了生意 而且你的租金 你和業主簽了租約 所以政府現在有這麼多幫助 租約就可以幫助 但是franchise C 沒有得幫助 那個franchise C 你好像是 理論上是 你賺多少錢 在那個percentage 你都沒有賺錢 你為什麼要給他 理論上 這些當然要找律師說 就正了 Ivan 回來 Hello Ivan 聽到剛才Ben 那個問題 如果franchise C franchise C 他賺不到錢 例如現在這個疫情 pandemic 真的少了生意 他還需不需要付一個franchise fee 這些fee是 based on growth income 所以如果很低 不是的 net income 不是你給租金 給西宮的人 不是給所有的 whatever expense 是有重徵才算出來 不是的 所以那些franchise C 是growth income 所以你 你賣一元都要付幾個先去 就是優子 他不理你 他不理你賺與虧 假如我要退出 例如說 我的franchise contract 是五年 但現在 我剛開始做了一年 是我不做了 那我有什麼辦法可以退出 有沒有退出 有退出計劃 有退出計劃 這些是每個franchise 都不同的 那些沒有什麼法律的要求 沒有什麼法律的要求 就是individual 他還想你們簽嗎 離開的時候 但是有很多rules 你開 你開始買 或者買的時候 才有很多法律上 是有些條件的 但是你買了 做了幾年 才現在現在離開 那是沒有什麼 很多guide line 是關於怎樣 你分開的 OK 剛才說的 2017年的新的franchise 有些是 剛才說的 是要 譬如你買了 因為2017年後 那些franchise 是要求寫一個報道 給這些每個franchise 解釋了 那些franchise的 那些法用是怎樣 和條件是怎樣 如果他收到那個報道 後來 那些有14天後 他不接受 他可以離開 不用給了 斷了那些franchise fee 居民 還有那些 國印金可以給 如果是14天後 你都不接受 過了14天後 是有兩個方法可以離開的 如果你剛才說的那個報道 因為法律上 是要求franchise fee 都是有寫很特別的消息 裡面的 如果你franchise是簽了 買了給多錢後 還沒有60天的時間後 你發現 他說話都不對 或者很重要的東西 報出來的 那些expense是更貴的 如果是這樣 你都可以之前60天的時間 都可以取消這個合同 沒有了 我又不早了 我想問清楚 這個60天 需要不需要理由 那些理由是有很特別的 一定是有一個理由 是那個報道的 disclusion document 那些雷王 有些東西很miss 是missing 很重要的東西 一定要有missing 很重要的消息 但是那14天 就是cool down period 是嗎 是 cool down period 不用有理由 那14天 只是說 還沒14天後 你可以不要了 I can change my mind 我不想要 同樣跟賣新的樓花 7天差不多 賣新的樓花 就是cool down period 不需要理由 但60天的樓花就要理由了 是的 我們現在 OK 等待Ivan說完這個 Ivan 先把電話爆發 好 你先說完 我們下次再接他們 Ivan 你可以繼續 Franchise Act 還有2017年前 有些很多Franchise 已經開了 2017年3月 有新的法例出來 要求每個Franchisers 給這個報道 給那些Franchisers 很多人沒有收到 因為很多Franchisers 都不知道是有這個法例 都不知道有這樣的要求 你說是買的時候 給這個報告 還是在運動的時候 都要給這個報告 在運動的時候 因為法律上 是要求那些Franchisers 再給那些 那些Existing 那些Franchise Existing 有些Situation 一定是送了一份報告 給那些Franchise 通常那些雷王 是包括 有沒有其中一個Franchise 是關 如果是關 有什麼理由是關 其中一個消息 就是一段報道出來 是有沒有人上庭 法庭 有沒有Litigation 關於這個Franchise 另外一個 是其中一個 當事的Franchiser 那些 誰管理的動事 Franchiser 的company 有沒有在法庭有事 有沒有申請鋪診 有沒有刑事法律 那些事 都有報出來的 所以 譬如你是新的Franchise 你想要不需要買 我願不願意 這些會讓你考慮 是吧 除了這些 也要知道 那些動事的歷史 他有什麼經驗做生意 所以你知道 那個director是誰 你信不信得 有沒有confidence 他們可以做這個Franchise 是高一點 賺多一點錢 要有這麼多經驗 做這些生意 我買了 OK 所以這些報道 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沒有給這些報道 給這些Franchise 他可以說 我不買了 我不接受了 剛才說 已經簽了合約 Franchise agreement 還沒收到報道 是要兩年的時間 才說我不接受 都可以的 要兩年的時間 如果你還沒收到 如果60天才能收到 還有Franchise 不是說 通常是要續期的時間 兩年、兩年 或者三年 後來再續期三年 每次續期的時候 如果還沒收到報道 是到時的限期 比較新的報道 給這些Franchise OK Havan 多謝你 我們待會休息一會 休息回來再聽聽眾的電話 好 我們休息回來 我們待會休息一會 李發仙 無論大小事情 都需要依法辦事 合情合理 李發仙 節目主持 黎樹昆 趙聖宇 李發仙 是由 列治民福滿流海鮮酒家 列治民海洋皇宮海鮮酒家 以及 白蘭市無塘燕窩 贊助播出 好 歡迎大家回來 今日最後一節的李發仙 Ben 有甚麼說 很榮幸呼籲大家 假如大家有商業法和中部問題 歡迎自動電線電話 604-267-1320 604-267-1320 請教謝國昇律師 直播室 現在仍然有黎樹君 Jepery 和謝國昇律師 我們接電話 等了很久 中女士 中女士 你好 中女士 你好 我有兩個問題 想轉教一下 請問呢 第一就是 包括Land Conspiracy Act 這間公司已經擁有的物業很久 不是新買物業 需要報告嗎 這是第一問題 還有 可否可以自己做 Manual Filing 不行 這是第二問題 好 等一會 Hello Ivan 你好 剛才 那些九屋 新 現在 之前 很久以前的單位 已經買了 都有報 現在是過 任何人住地是有報的 是 所以 有一年時間 買屋 現在一定是 鑽契那時候是報 但有一年的時間 之前還未報 已經開始報 第二問題是 自己做不做 關於自己可以報 因為我不知道怎樣 私人都可以拿那些戶口 因為有很多法律上 律師是有 譬如有一個 這叫Jury Search Signature 我不知道中文如何說 但律師確認資料是適合 才發給田徒 其他人 隨便的人 都不會有這些權 你自己報 你都要找律師去確認 你簽名 才逼得 可能 對 還有 分分鐘搞錯 其實在加拿大 甚麼都可以自己做 但你懂不懂做 還有做得對嗎 做得對嗎 好 我們看看 鍾女士沒有問題 大家看看Ivan Hello 鍾女士 答到你的問題沒有 不是 我想再確認 以前擁有物業公司 都要報 有一年的時間 正確 有一年的時間 一定要報 一定要報 沒錯 我想說 其實律師 都不知道資料 正是那個人親自自己 才是他要負責 其實他就知道資料 不是 不是因為 都不知道資料 你要拿資料去律師樓 不是 他剛才問你 給他甚麼資料 中太的意思是 律師都不知道資料 其實 最終知道的是中太 是正確的 但律師說的意思是 你去填東西的時候 上去填島廳的話 他可能 引導你給他甚麼資料 是的 他可能要律師的戶口才能進去 可能 阿製律師說 普通人不能進去填島廳的戶口 去做這些事 是的 OK 麻煩你 好 麻煩你 總之就是 Tiling before 第二年 即是都要報 11月30日 2021年 舊的公司擁有物業 都一樣要報 是的 如果你是公司擁有公司 又要再報 報到他私人為止 報到最後一個人為止 好 OK 多謝你 多謝你的電話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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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Ivan 是的 是的 我覺得 你可以自己報 不過有很多事報完之後 可能要你宣洗 你都要找個律師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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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些 因為我覺得 這些法律上是有些 不讓人 譬如說謊 不讓人寫一些消息 是不對的 所以有些人確認是對的 所以他確認是對的 所以他確認這些消息是對的 譬如如果有人不認識 他不能回答 你知不知道這個公司有沒有其他股份 你不會那麼容易說 我不知道 你不可以說不知道 你是股東 其實他們需要注意些什麼 因為他們說 我跟Jeffrey 接著加上一個朋友 一起做一間公司 開一間公司 大家是partner incrobat一間公司 其實是我們三個朋友來看 衛生 我可以說 是 我不是你 我不是你 你 如果 我不是你 我應該說 我不是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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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